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美国的要求之下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上星期被迫关闭 而中国外交部就在该月的上周宣布 决定撤销对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许可 又停止对外馆的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 究竟这一轮的中美角力是怎样产生 又会对国际带来什么的冲击呢 今晚在一起讨论这个议题有两位嘉宾 分别有时事评论员蘇悲鸿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亦都是有时事评论员何感兴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两位今天会以视障方式和大家一起讨论 另外我们也很欢迎观众去到我们的网站发表你们的意见 我们的网站是 点击时事平台的图像 就可以在我们的网页分享大家的看法 另外观众也可以去到Facebook搜寻时事平台找到我们 首先亦都想问一下两位先 两个星期前 美国就提出要求中国是关闭邮斯顿的Houston总领事馆 可以讲解一下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如问一问Samuel先 这个关闭邮斯顿的总领事馆只不过是一个很觸目的一个行动 但是其实中美的关系已经在这两个月里 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分的里程碑 以往来讲就是在1971年基辛格去中国 而在1972年他们正式中美建交的时候 美国就是为了要去所谓叫对付俄国的苏联的时候 它就是扶植这个中国 所以这个是中国是一个所谓的伙伴 去扶植它是三十多年的一向的国策 但是在近这两年来就是这种所谓叫伙伴式的关系 是出现了一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在蓬佩奥是最近在这个尼克逊图书馆那里 作出一个演说就是很清楚是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作了一个很明确的改变 有一个题目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其实都真的好像是和以前的一贯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Samuel 是 因为蓬佩奥在那个的声明里面 他都是很清楚说就是说中国就是和以前的苏联一样 是美国的敌人 并且呢 那个关系还比以前人更差 因为蓬佩奥就说呢 列根是对当时的苏联呢 就说是 就是说我先相信你 但是我就会去证实你的行为是怎么样 但是这次蓬佩奥就说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不信任 但是他都会去证实你中国究竟是在做什么 所以在关系上来说呢 就已经是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了 嗯 另外呢 不如问一问Kenny 那你又怎样看呢 就是我们以前见到 这个 中美的关系 之前也有这个贸易战 但是呢之前也都会见到特朗普都会说 啊 就是习近平是我的朋友来的 都是有谈有讲 有时候可能就说要加关税 但是之后又会说 哦 他们的进子是良好 但是现在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急剧恶霸 那和香港的最近的事务 其实会不会有些关系呢 我相信呢 就香港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 那呢 就我相信 美国和中国的 可以说的斗争呢 可以说全面展开了 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 移动一下 只不过是序幕来的 那我相信就一直会发展下去的 那有学者呢 就是说 用这个修飾抵得这个理论呢 就说 就是当阿大 看到阿尔追上来的时候呢 阿大就有 那很有机会呢 就是说 一定要针对阿尔 让他不要随着上来 那就是 那就是中国 在过去那几年来说 崛起了 真是很快 那就其实呢 美国其实对付中国呢 也都不是现在 现时特朗普才开始的 那就是在奥巴马时代呢 已经有说重回阿泰 其实已经部署了很多 只不过就是暗地里去做 但是 特朗普呢 有个特点呢就是 他是表面去做的 他不是怎么收息的 可能他是这些生意人 就做开 有些什么呢 就拿出来摊牌就做 而不是呢 就这么隐藏 隐悔地去做 那再加上呢 就是他现在呢就是 可以说他周身不行 如果他竞选 连任不了的话呢 其实他除了 没有了这个总统寶座之外呢 他其实还有很多 可能官司前身 那么他周身不行的 那所以他差不多呢 就对他来说呢 就是逼到一个长角的了 他一定要出尽办法 可以争取到 总统的连任就最好了 如果争取不了的话呢 可能他都有一些阴招出来的了 那么呢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变成了他 他好像是出了一些 很突然的招数 那么你看蓬佩奥呢 最近呢 就四出奔走 真的没有停过的 那么主要呢 就是要围堵中国 那么在 要完全明白这件事呢 我觉得就除了 这个修昔底德 这个这样的理论之外呢 其实都要了解一下 譬如中国 譬如他们现在的心态 还有了解一下美国 为什么令到他 现时这么迫切去打击中国呢 其实能够了解心里 对这件事呢 可能的看法就会更清楚了 Samuel 问一问 同时间呢 除了关闭了 侯斯顿的总领事馆之外呢 中国呢 就说也都是要关闭美国的 是居住成都总领馆的 为什么选择成都 又不选择其他地方呢 因为成都领事馆的 杀伤力是最低的 因为它那里 所谓叫做 领事的服务呢 是反而是最窄的 所以它 要做一个反应的 所谓叫反制措施呢 只能够选择一个最 杀伤力低的一个领事馆 譬如说胡锡进 他曾经提过 应该是令到美国肉痛的 那就要关闭这个 香港的总领事馆 但当然这个 杀伤力是相当的 所以我觉得 去选择成都领事馆 是一个最少 这个 后果的一个选择 Kennyf 你又怎样看呢 有其他舆论 就说到 其实成都都较为之同等 因为成都这个领事馆 是关及到其他 例如西藏等等的地区 都会关起成都的事 你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都是很关键性的 成都那里来说 一来就是冲向西藏那方面 而美国在这方面 在西藏 收集了一些情报 很多时候都是经成都的 另外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早前是有个王立军 他要避免 就是避免到一个美国领事馆 他就避免到成都领事馆 所以就在这方面来说 当然 就是 中国选择在五个领事馆里面 要关闭一个 最后选择成都 我相信它一定是很多考量的 基本上如果看大势来说 中国其实就是不想和美国 是硬碰得太紧要的 所以它也保留住 譬如说它不会删了北京 不会删了上海 这些真的可以说是相当重大的 对于经贸影响很多 也都不会删了香港 香港是美国在亚洲区域 不仅是香港 亚洲区域的间谍中心 你删了它的时候 我相信不仅是美国搞不好 很多西方国家都会哗哗叫 所以左拣右拣之下 就选择成都 Samuel 刚才Kennib说到 其实中美的角力 早在奥巴马时期 已经开始发生了 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的大选 在不够四个月内 就不会进行 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似乎是比对手拜登 但是中共的支持度更加低 究竟美国的大选和中美的角力 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看呢 每一届美国选举 他们都要在竞选里 要拿中国来做一个议题 这是竞选的策略 过往的总统候选人 都是说 但是很少有实际行动 但是这次来说 这个特朗普 他不单只是说 并且他在这几个月 他不断地出招数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 纯粹是一个竞选的问题 这个会是 美国对中国的 那个国策重变 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正如大家都看到 进入了 东美冷战 甚至是美国 是联系了很多所谓盟国 去围堵中国 Kenneth你又怎样看 你刚才也提到 现在其实在美国大选之前 无论可能之前的种族 尼克人的问题 疫情的问题 经济等问题 其实特朗普 都不是处理得太好 其实可以说 你又怎样看 究竟这个大选 对于其实特朗普 现在所做 以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 是否有这个重大的原因 在里面 对于特朗普 我觉得 对他来说 是重要的 他会继续打 这张中国牌 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争取多一些支持 但是 我同意 就是说 在美国来说 因为两党 都完全同意 就是对中国的 这个 施硬的态度 这个是无可置疑的 不仅是共和党 民主党 一样是会照做 甚至就是民主党 如果到他晚一接班的话 通常民主党的招数 可以说是 比特朗普的招数 以往来说 共和党就是 比较重视中东的事 而民主党就是 重用亚太区那方面的 所以 我觉得会是长远的 就算 谁当选也好 无论是特朗普当选也好 拜登当选也好 美国对华的强硬态度 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来说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一定是背后 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因为他可以说 在这个过程中 是 他损失不少的 正所谓 这些都是七双权 要杀敌八百 自上一千 自选一千 大概 美国其实 什么推使他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 就和他的经济 很有关系 如果大家看 就说经济来说 最主要就是美金 美金在过去来说 就是说 由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美的时候 布列顿森林帖尔来说 就由四十四个国家 同意就是说 以美金做一个国际性的储备 然后就和黄金跨欧 一个三十五个美金 就等于一盎司黄金 那由那里开始 直至到 尼克逊在1971年 就不要用这个金盘位 推翻了 然后取而代之的 就是所谓 Petro dollar 就是将和油价 国际性的交易 全部是要用美金 来买油的 所以就变成 各个国家都需要原油的时候 都要用美金 来做储备 所以美国就变成 我不需要黄金 你们个人要石油的时候 你都要储备我美金 所以美金无论发行多少 在世界上 一样的需求会很大 就支持了美国 过去来说 这几十年的经济 不断的蓬勃 虽然它现在的债务 是越来越高 但是只要仍然能够 它是作为一个 国际性的石油交易的货币的话 美国的经济是不会倒下的 但是问题呢 在过去那几年来说 就出现了有挑战 就是譬如说 举个例子 为什么伊拉克、陈塞欣要这么惨呢 就因为他试图 就不用美金去做石油交易 跟着利比亚 跟阿达菲一样死 跟着就委内瑞拉一样要死 伊朗要死 现在唯一就剩下苏联和中国 那他们就将 如果成功的 是将美金 是慢慢从这个石油交易 那里是一路减的话 美国的经济可能 含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美国来说 可以说 来到这个地步 他不跟中国斗争不行 因为如果不行 他可能经济以后就一路走下坡 所以对美国来说 他可以说 差不多要缺水一战 一定要跟他砌 好 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 第二节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回来时事平台 在我身边 继续有时事评论员 苏比鸿和何感兴 和大家一起讨论中美角力的一个问题 第一节的时候 Kenneth最后也和我们提到 关于美金的地位 从而和中美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Samuel想问一下 究竟两党 现在美国的大选差不多 究竟中国来说 会较为之不想拜登上场 还是较为之不想特朗普连任 你怎样看 我相信无论哪个上台都好 美国的国策去中国是不会变的 因为这次来说 绝对不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私怨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策上的改变问题 换句话 这次的改变是基于中美的争霸 哪一个是世界的一方 变了来说 以往来说 民主党基本上是对中国 比共和党更差 所以我会相信 将来的发展 都会向一个 两个国家 向一个图面的发展来主义 Kenneth你怎样看 其实在无论大选前后 你刚才都已经提到 中美关系 其实会有些什么 或者请问一下 有什么方式 是可以导致 较为之良好去发展 而不是继续恶化呢 我相信 会有一个低谷的出现 然后到了一个低谷的出现 如果两方 雙方都能够是 所以说是维持着 没有一方是倒了盘的话 我相信 到那时候 就会大家接纳对方 希望就去到一个 彼此接纳的地步 就是换句话 大家共存了 唯有 你又捏我不死 我又斩你不低的时候 就共存了 希望可以去到那个地步 然后就可以说 希望就是平分天下 然后就希望回复世界的正常 但是这个是绝对不容易去到的 因为以美国过往的历史来说 他们是可以说 有些殖民地气味的 他们是未必一定那么容易的 但是中国呢 反过来 它是没有一个殖民地倾向 它可以说最近代 唯一一个国家 是可以能够富强 而是没有掠取到其他国家的资源 好像一些殖民地国家那样的 那么 现在来说 中国呢可以说是迫着一个 也都它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所以 在南海那里做那么多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是 过去有180年的屈辱 它现在就希望有一个机会呢 可以翻身 但是呢 就比美国呢 是第一岛链 就完全围着它的 在南韩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越南 一直去到马六甲海峡 是围着它的 它知道如果它继续的经济增长 如果要继续增长 如果要继续增长 不受干扰的话 它一定要打破这个 所以就出现这个九段线 所以就希望可以突破了这个岛链 所以南海那里呢 它是必定要坚持的 Kenneman提到 就是这个南海的问题 事实上 也都是 看到今次的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盟友 最近也会说到 可能会有一个军演 也都是想加上澳洲 进去做这个联合军演 同时间澳洲也都说 是不承认中国在南海 关于它的主权的问题 怎样在国际间和这个中国 特别是美国的盟友 是否真的会一起去对抗这个中国呢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 每一个国家呢 都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出发的 就没有说一个国家 我牙耳气 我和你是盟友 所以我完全牺牲了我自己的利益 帮了你 我相信这个不是很 有这样的期望 不是很实在的 所以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中国家和以前的苏联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说中国家和很多国家 都有一个很实体的贸易的关系 就和苏联以前是不同的 苏联就比较是 在自己的铁幕后面 就比较多 在外面西方国家 和它的贸易呢 可以说不多 所以现在来说 很多国家 虽然说 表面上被美国逼着说 要听一下他的话 但是很多私底下 其实都不是说很愿意的 所以就 可以看到五眼联盟 就是川普最亲密的 那就是 又捏他手瓜 又求他 又骂他 那才说 就是将大部分的五个 就整理好了 所以说排好队了 加拿大都不是很龜队的 所以都还有一些功夫 但是其他国家 你看到欧洲 就很多就 未必一定是卖美国的账 正所谓表面上 不想和它破面 但是在内里面 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 需要照顾 而他们发觉 和中国断了 完全断了关系 是对他们是不利的 Samuel 你又怎样看 对于南海的事件 和美国的盟友 要在南海进行一个军演 而澳洲似乎非常强硬 你又怎样看 南海基本上是冬结十角的生活空间 以往来说 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出入 航行的地方 但是中国是将画了九段线之后 就是将大部分的海域称为中国所拥有 而这几年来说 其实无论越南在它自己认为自己的地方去转探石油 或者是它的漁船出去 印尼那些鲍鱼 菲律賓 都先后是受到中国那些所谓叫警民 就是警艦去冲击 甚至是去捕捕 甚至是去捕捕 去捕捕 所以这个东协十角 其实对中国的行为 就是它在感情上是觉得是提到的伤害 那美国它这次做老大哥 那样出来 在军事上去支持他们 是一下子是将东协十角招揽了 是成为了他们的盟友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 是组成了一个围堵的势力 Samuel 你刚才Kennib提到五眼联盟的一个 似乎都不是很愿意去 特别是加拿大 你看到现在可能在华为问题上 也没有作出一个决策或者决定 你又怎样看五眼联盟 以Kennib来说 可以说是和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但是似乎又要挨挨 又要用很长时间才能令到他们 可以站在同一阵线 你又怎样看所谓五眼联盟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 美国想他们做的事情 我觉得五眼联盟一向和美国的 關係都是很好的 當然每一個國家都不希望 好像這麼明顯地做另一個國家的馬仔 都希望有自己的獨立性 但是在這次的疫症裡面來說 正是給五眼聯盟看到中國的不可信 我們加拿大說真的在這次疫症裡面 都受中國不少的不少的氣 杜魯多都曾經說 我兩架機去到上海 要運那些防疫物資回來 終於來說兩架機是空機回來的 我想這件事是令到加拿大 它都是跟中國在這些很多事情上來講 大家有不愉快的紀錄 謝謝Samuel 也謝謝Kenny 今集時事平台的時間又差不多 觀眾如果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www.fairchow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圖像 就可以在那裏留言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再投資訊今集見 大家趁機 大家趁機 來 Brexit 。 最後一會 我們下星期下 都報告 我們下星期下 四千萬一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